配合国军转型志愿役 83年次以后的役南 仅需服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国防部位加强这些役南 熟悉整个军队的状况 从今年起将部队训练加长至11周 并且分发到第一线部队服役 未来进一步要让军训役南参与下基地 以及汉光演习的士兵科目 83年次以后的役南 仅需服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不过这些短期役南 不但要分发到第一线部队服役 还要让役南下基地 并参与士兵演习 引发争议 除为今年汉光33号演习 在澎湖实施三军联合反登陆作战操演 本报资料照片分享 军事训练一流程 包括第一阶段入训练 第二阶段部队训练 原本两者各八州 军方评估后发现 第一阶段太长 第二阶段太短 今年其改为前五后十一 入训练由各新训旅进行 部队训练原本在各兵科训练中心 加长至十一周后 训练能量不足以附和 因此分发到各地与县主战部队 由各旅机单位配合成立训练区队 负负负训练这些十一周兵第一批军事训练意义难 到成功领报道 本报资料照片分享 国防部长冯士宽在本周三将到立院外交国防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 他在送到国会的报告书提及军事训练意义第一阶段 入伍训练重点包括步枪射击单兵战斗教练 体能战技军人基本一派法际教育等基本职能 弯训是应达合格步枪兵目标 报告指出第二阶段部队训练重点包括三项基本体能 实弹射击战术行军 营营训练等并于截训前实施专长 建策目标是达到合格专长兵具备基本作战能力 报告特别强调军训难分发至各主战部队后 要跟随部队操课并且要参加基地训练与汉光演习等重要演训 以强化战技专长职能与对武器的熟悉程度 由于基地训练与其他重大演习 人员必须要完成训练通过专长验收才可以参加 外界质疑 军训易南根本不符合此条件 甚至在部队服役的时间比一趟下基地还短 这是国防部面对兵源荒 以亚秒助长方式来粉饰太平 军师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指出 今年的汉光33号演习就已纳入军事训练役参与 让易南们实际从事训练提升战力 新闻词典下部队下基地 下在军中俗语里是分发派遣的意思 因此人员被分派到各单位就称为下部队 单位进入训练基地接受测考则称为下基地 一般军营场地有限除了基本体能训练或是轻武器打把 若要实际发射火炮之类较大项目 需离开驻地进驻专属训练基地 各冰种有各自的训练冰科基地 一般下基地以营或联为单位 海军陆战队则需另外多参加两期基地训练 训练基地本身设置有测考官替进入基地受训的单位进行评比 结果将决定受测单位干部的考基与申签 部队要先完成占经管道训练 人员边线比与装备妥善率也必须达到一定标准 才有资格下基地 记者程家文